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几个Canva新增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分享遥控器的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蛮好用的 传统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是蛮喜欢用简报的遥控器去做简报的切换 那么Canva现在推出这个功能之后 您下次就可以使用你的手机平板 或是请你的同事也可以一起把这个连结打开 那你们两位就可以同时去控制我们的简报的上下页 那你打开Canva的档案之后 只要进入展示简报到全萤幕的画面 你在右下角这里就可以看到分享遥控器 那你可以直接复制这个连结 那我们来实际测试看看 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简报里面做切换 是不是很方便呢 分享遥控器的功能并不只局限在简报的类型 包括呢您可能是使用影片 您可能是使用Facebook广告啦 YouTube广告啦 这些其实通通都可以使用 所以只要进入全萤幕 您就可以找到分享遥控器的功能 接着我们来介绍仅套用范本样式的功能 原本Canva在套用范本的时候 它会连同里面的内容还有样式一起套用进去 以我们现在这里来看 先套用的这个范本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边的色彩的配置 那现在呢你可以选按范本右上角的这个地方 按下紧套用样式 它就可以帮你把样式改变 但是呢你原本前一个范本的物件 就还会继续留着 那这个对于我们在不同范本 可能喜欢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 你喜欢的风格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两个范本不同的部分结合在一起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搜寻与替代的功能 原本在Canva里面 每一个文字方块都是独立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取代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必须要一个一个的这个文字方块 来自行的寻找跟替换 现在呢你可以按下Ctrl加F 在这里打上你所要替换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针对所有的页面 所有的文字方块一起的来做替换的动作 那这个呢其实是相当的方便 你看我们可以像这样就可以轻松的 找到不同页面里面相同的关键字 那您可以一次取代也可以逐一一个一个取代